撒姆尔记上第十九章 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 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 约拿丹告诉大卫说, 我父,扫罗想要杀你, 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 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 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 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 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 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 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 因为他未曾得罪你, 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 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 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大行拯救, 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 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 流无故人的血,自己取罪呢? 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 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 我必不杀他。 约拿丹叫大卫来, 把这一切事告诉他, 带他去见扫罗, 他就仍然设立在扫罗面前。 此后又有征战的事, 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 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 又降在扫罗身上。 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 大卫就用手弹琴, 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 钉在墙上, 他却躲开。 扫罗的枪刺入墙内, 当夜大卫逃走, 躲避了。 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 窥探他, 要等到天亮杀他。 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 你今夜若不逃命, 明日你要被杀。 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 大卫就逃走, 躲避了。 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 头枕在山羊毛庄的枕头上, 用被遮盖。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米甲说, 他病了。 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 说, 当年床将他抬来, 我好杀他。 使者进去, 看见床上有神像, 头枕在山羊毛庄的枕头上。 扫罗对米甲说, 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 放我仇敌逃走呢? 米甲回答说, 他对我说, 你放我走, 不然我要杀你。 大卫逃避, 来到拉玛见撒姆尔, 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 他和撒姆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有人告诉扫罗, 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 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 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 撒姆尔站在其中监管他们, 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 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 他又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 他们也受感说话。 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 到了西姑的大井, 问人说, 撒姆尔和大卫在哪里呢? 有人说, 在拉玛的拿约。 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 神的灵也感动他, 一面走一面说话, 直到拉玛的拿约。 他就脱了衣服, 在撒姆尔面前受感说话, 一周一夜露体躺卧。 因此, 有句俗语说, 扫罗也裂在先知中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